生日那天晚上 我在餐厅坐了五个小时 没等到柳如烟 却等到了他好朋友更新的动态 一张柳如烟坐在沙发上的侧影 配文是 有你在身边 就是最幸福的 从前的我 会吃醋 会抱怒 会当场打他变化质问 可现在 我心如止水 忘记了这是他的第几次试约 我早就习以为常 心也麻木了 平静地给他发了分手短信 他却慌了 这家餐厅还是柳如烟提前订的 两个月前 一腾成生日 柳如烟陪他去山上看日出 我愤怒地质问柳如烟 他反而责怪我多疑 说那是几个朋友一起去的 不单是他们两个 为此 我们冷战了半个月 昨天 柳如烟给我发了预定餐厅的截图 我知道 他这是在给我台阶下 每次我们争吵或冷战后 都是我主动打破僵局 先开口跟他说话 他则会在我们和好后 给我一个小小的礼物 或者几句关心的话语 再稍微哄我一下 我就会欢天喜地 忘记之前的不快 彻底恢复对他的热情 最近这几年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他惯用的伎俩就是打一巴掌 再给个甜枣 我就什么都不计较了 我们的关系是冷湿热 全凭他的掌控 我像是他把玩的风筝 控制我的线牢牢握在他手中 他叹心情 操纵着我的喜怒哀乐 怪我太没出息 总是忌吃不忌打 是我爱得太卑微 可是昨天 看到他发来的定餐截图 我却没有往日那种欣喜 如果是以前 仅仅是他记住了我的生日这一点 就够我受宠若惊了 毕竟以往每年过生日 都是我提前好几天 每天提醒一遍 他才会记得的 今年的生日 我自己都忘了 没有提醒 他却能主动想起来 昨天上班时 收到他发来的消息 我才惊觉 原来我的生日到了 我回复他 好的 明天晚上餐厅见 暗灭手机 我继续忙工作 而没有像以往那样 因为他的事好 而暗自开心好久 今天晚上下班 我收到柳如烟的信息 等下餐厅见 下班后 我先到了餐厅 预定的时间是七点半 我六点多就到了 等到八点半时 柳如烟还没来 我给他打电话 没人接 发消息也没回 九点十 服务员提醒我要不要上餐 说是餐厅十点要打烊了 我点了点头 一个人慢悠悠地把饭吃完了 喝了点酒 到了十点 我走出了餐厅 站在路边等车时 我刷到了一腾城的刚更新的动态 文字是 有你在身边 就是最幸福的 配图是柳如烟 坐在沙发上的侧影 看到图片的一刹那 我没有愤怒 也没有委屈和伤心 内心一片平静 反而有一种早就猜到谜底的成就感 看吧 我就知道 他每一次失约都是因为一腾城 奇怪的是 这一次 我一点也不难过了 回到家后 我洗漱完直接睡了 半夜 睡得正熟时 我听到开门的声响 我知道是柳如烟回来了 被吵醒后有些烦躁 我闭着眼睛装睡 不想理他 沙沙的脚步声停在床头 久久没有动静 尽管闭着眼 我还是感受到盯着我的强烈视线 柳如烟是不是有病 回来后不赶紧洗洗睡 盯着我看干嘛 影响别人睡觉真的很难啊 难道 是因为我没有像以前那样 把全屋的灯都打开 愤怒地坐在客厅等他回来 然后质问 争吵 他应该开心才对啊 毕竟以前每次我那样发疯 甚至歇斯底里时 他都冷冷在一旁看着 眼里满是不耐烦和嫌弃 他高高在上的眼神 像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小丑 以前 我因为他和一腾城的关系争吵时 他还会解释几句 说他们只是朋友 从没越过界 是我胡思乱想了 后来 他干脆连解释都懒地开口了 任我一人情绪如火山爆发 在慢慢熄灭 现在 我终于想开了 也放下了 想想以前的自己 确实挺疯的 每次情绪崩溃时的模样 肯定很丑陋吧 难怪柳如烟会厌恶 此刻 我没有任何质问的欲望 只想睡觉 柳如烟盯了半晌 看我没动静 又喊了一声 我打 我假装熟睡 一动不动 片刻 他终于离开了 我听到洗手间的水流声 他却洗漱了 微弱的声音 居然有催眠的效果 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连柳如烟 什么时候上床睡觉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 我起床后直接去上班了 一整天 我都沉浸在工作中 时间倒也过得快 下班后 我在外面吃了饭才回家 一进门 柳如烟正坐在沙发上 今天怎么这么早 我边换鞋边问他 今晚不用加班 他说 我点了点头 将外套挂好 准备去书房 我打 柳如烟叫住我 生日礼物 我早就买好了 昨天 谢谢 我接过他手里的精美的礼物盒子 打开一看 是一个价格不菲的手表 好看 我喜欢 我朝他笑 转身要走时 柳如烟拉住了我的手 昨天 对不起 我失约了 他解释 我本来快到餐厅了 接到腾城的电话 他说的胃病又犯了 在医院打点滴 他一个人确实不方便 所以我 我相信你 我打断他 生病了 独自一人在医院 确实不方便 好了 我还有点工作没忙完 先去加班了 我打 他还是没放手 我不解的看过去 我还没吃饭 我已经吃过了 那你点个外卖吧 说着我正开了他的手 静止去了书房 刚坐下 我听到外面大门 砰的关上的声音 出来一看 柳如烟已经不在家了 他送了礼物 主动给了台阶 我却没有顺势而下 他生气了 我和柳如烟又开始冷战了 以前每次冷战 我都情绪低落 绞尽脑汁思考各种方法 想快点跟他和好 而现在 冷战几天 我居然有种轻松的感觉 晚上柳如烟睡在客户 我一个人享受一张大床 睡觉都比平时香了 早上 我不再早起给柳如烟做早饭 每天可以多睡半个小时 上班时 脑海中不再动不动 浮现柳如烟的样貌 不再频频给他发消息 我连工作效率都提高了不少 以往每次都拖到下班 才完成的工作 现在每次都能提前做完了 下班后 我也懒得回去做饭了 为了让柳如烟吃得健康 我练了一手好厨艺 每天早早地把工作做完 下班赶着回去给他做饭 然而 他经常不是加班 就是聚会 一个星期能回来 吃一两次晚饭就不错了 不再围着柳如烟转 我发现自己多出了大把闲暇时间 一本小说 我愣是用了四个晚上就看完了 在办公室 听到刚入职的小伙子说 他正在考一个 跟我们工作相关的资格证 我生出了羞愧感 人家刚毕业的小伙子 都知道抓紧时间提升自己 我都工作这么多年了 却还在浑浑噩噩没有方向感 混一天是一天 只怪以前的自己太恋爱吗 毕业以后 我的人生愿望 就是把柳如烟取回家 只不过到现在 这个愿望都没实现 对于以前的我来说 人生的重点 就是围着柳如烟转 在感情上一味无休止的付出 却始终没有得到对等的回应 甚至把自己活成 是他呼之则来 呼之则去的人 现在 幡然醒悟后 我才发觉 原来我在工作上 是那么的一塌糊涂 毫无长进 感觉自己挺失败的 刚入职小伙子的拼搏镜头 感染了我 我想 也该努力改变了 我虚心向同事请教 购买资料 开始着手准备考证的事 每天下班后 我在外面随便吃点饭 回家后就钻进书房开始学习 一直学到睡觉 这几天 柳如烟可能还在赌气 每天都回来很晚 这样正好 家里清静 方便我学习 午休的时候刷手机 我罕见地发现柳如烟更新了动态 内容就是一张照片 没有任何文案 照片中是一张餐桌 上面摆着几样菜 以及两副碗筷 桌面的一脚露出一只手 手腕上戴着的还是她生日时 我送给她的手面 我对柳如烟太了解了 她故意发这张 她和伊藤诚一起吃饭的照片 只不过是为了气我 可是 我再也没有那种气氛极度的感觉了 也不可能立马拿起电话 愤怒地质问她了 我只是看了一眼 又继续去刷别人的动态 傍晚 我接到柳如烟的电话 下班了吗 我去找你 然后一起出去吃饭吧 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 我的第一反应是抗拒 不用了 今晚要加班 得晚点回 我下意识撒了个谎 加到几点 她继续问 九点吧 我硬着头皮边下去 好 那我九点在楼下等你 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为了冤枉 下班后我没有离开 而是拿出考试资料 在办公室学习起来 到了九点 我收拾好东西 拿着外套下楼 一出大门 就看到停在不远处那辆熟悉的车 走过去打开车门 副驾的伊藤诚 冲我露出一个笑脸 我答 我刚和如烟一起吃了饭 她顺道送我回去 我点点头 打开后车门 坐了进去 只要是伊藤诚坐这辆车 我就从来没坐过副驾 为这是我不知吵过一次 但柳如烟摆明了偏向伊藤诚 我也无可奈何 她说伊藤诚晕车 只是坐在前面而已 我为什么非要为这样的小事 斤斤�计较 在这件事上 我从来没赢过伊藤诚 以前每发生一次 我就要郁闷一次 不过现在 我完全没有计较的心思了 上了一天班 还看了两个多小时的学习资料 一坐上车我就昏昏欲睡 如烟 今天的晚餐味道真不错 下次我们还来这家吃吧 伊藤诚兴奋道 柳如烟 好呀 你什么时候想吃了 我们就去吃 不过 每次吃虾都要麻烦你帮忙包可 你不会嫌烦吧 伊藤诚语气得意 不会了 已经习惯了 博达 如烟包虾的手艺可好了 这还是上大学时我训练出来的 伊藤诚忽然回头看向我 怎么样 你是不是该感谢我 感谢 感谢什么 感谢他训练了柳如烟包虾的手艺吗 可是 他从来没给我包过虾呀 和柳如烟在一起后 有次跟他去吃饭 我也曾要求过 让他帮我把虾包可 可他却停下手上的动作 看着我 似笑非笑 你有手有脚的 就不能自己包吗 爱得多的那个总是卑微的 我立马不吭声了 后来 我再没在他面前提过包虾的话 我抬头看向伊藤诚 车里的灯光很暗 我还是看到他眼神里的得意和挑衅 他总是这样 暗戳戳击我发火 在等着柳如烟教训我 顾着他 一次一次 乐此不疲 然而 此刻我没有被他挑起任何情绪 也没有任何想跟他兑现的兴趣 那我谢谢你 我敷衍到 目的没有达到 伊藤诚咬咬牙 又侧过头笑嘻嘻地去跟柳如烟聊天 柳如烟跟他说话一向语气温柔 听着他俩热闹地聊着 我感觉眼皮越来越重 周围的声响慢慢远去 醒过来时 我发现车子停在小区楼下 柳如烟安静坐在前座 副驾的伊藤诚已经不在了 到家了怎么不叫醒我 我坐直身体 打开车门 柳如烟跟我并肩走着 一言不发 走出电梯 进了家门 他才开口 很累 啊 我和藤诚还在聊天呢 你在车上都睡着了 嗯 是有点累 我没兴趣跟他聊天 只想赶紧洗澡睡觉 今天是情妖组的局 还是大学班里玩得比较好那几个人 也是他叫的伊藤诚 你知道的 他们几个都跟他数 每次吃饭都喜欢叫他 因为顺路 回来我就烧上了他 他忽然开口 跟我解释了一通 挺稀奇的 以往我吵着问他 为什么老跟伊藤诚一块碗 他从来不屑于解释 现在我不问了 他倒主动说起来 嗯 我点头 朝洗手间走去 本来是想带你去的 可你说要加班 我就吃完饭了才过来接你 他接着解释 好 我知道了 先去洗澡了呀 说着我赶紧拔腿就走 洗完澡 我直接去睡觉了 第二天晚上下班 我居然又在楼下看到柳如烟 这次 车里没有伊藤诚 我还是坐在了后座 柳如烟回头看了看我 欲言又止 还别说 坐在后面有一种 把他当司机的感觉 挺爽的 以前就不该为这是计较 今天飞飞搬新居 邀请我们去他家聚餐 车子启动时柳如烟说道 飞飞也是他大学 玩得较好的其中一个 很巧的是 柳如烟大学时 经常在一起的几个人 毕业后都留在了本地 他们几人关系好 经常祖局出去玩或聚餐 柳如烟大学时 喜欢过伊藤诚 他们几个都充当军师 出谋划策 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 但不妨碍伊藤诚 跟他们打成一片 这些年 伊藤诚谈过几个女朋友 但他说 女朋友是女朋友 朋友是朋友 他说 柳如烟永远是他的好朋友 前段时间 伊藤诚跟女朋友分手了 又开始频繁 跟他们几个聚会 每次聚会看到 柳如烟特别照顾他 我就血压上升 我吵过闹过 但都没用 后来干脆就不去 他们的聚会了 眼不见心不烦 你们跟他们去玩吧 我自己先回家吧 我说 对他们的聚餐 实在没兴趣 柳如烟 吃完饭就回来 不会闹很晚 菲菲特意交代了 要把你带过去 说好久没见你了 行吧 我不再坚持 我们站在菲菲新家门口 门铃响后 大门打开 从屋里忽然窜出来一个人 像猴子一样 蹦到柳如烟背上 双手紧紧搂着他的脖子 动作太迅速 柳如烟差点没站稳 但他仿佛习惯了 这样的动作 哈哈 如烟来晚了 罚你被我在客厅里转一圈 一腾成在他后背上得意喊着 柳如烟忽然僵住 然后抬头看向我 看到他眼神里的慌乱 我回忆微笑 他呆愣片刻 输地的推开了一腾成 一腾成猝不及防打了个酿枪 他生气地拍了柳如烟一下 语气埋怨 你干嘛呀 我差点崴到脚 抬头肩 仿佛才看到我 他惊讶到 呀 博达也来了 那个 我跟如烟闹着玩呢 以前做游戏输了 我们就这样惩罚 博达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啊 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不用管我的 我在一旁看电视就行了 说着我拿起了遥控器 认真选节目 对了 博达你知道吗 如烟可厉害了 你别看他个子不大 但他可以背着我走客厅一圈呢 是吗 还真没见过呢 要不 你们现在就走 让我开开眼 我放下遥控器 好奇地望过去 我去厨房帮飞飞 柳如烟忽然站起来 面无表情地朝厨房走去 剩下我们几个人 坐在客厅念面相去 吃饭时 我坐在柳如烟左边 一腾诚坐在他右边 哎呀 怎么夹起来一块牛肉 说着一腾诚把那块牛肉 丢进柳如烟完 以前他俩也经常做 这样没边界感的事 不同的是 现在面对这样的行为 我不会有丝毫情绪波动了 飞飞的厨艺不错 我只顾埋头干饭 不知不觉都吃撑了 吃完饭 一腾诚提议玩游戏 我想着今天还没复习 就想先回去 你们玩吧 我先回去 我站起身 一起吧 柳如烟也站起来 不用 你们玩 我可以自己打车 我是真心这么想的 却不知道怎么惹到了柳如烟 他脸色难看 语气硬邦邦 回去吧 现在就走 那我也走吧 我今天也刚好没开车 蹭下如烟的车 一腾诚说道 到了车跟前 我直接打开后车门 坐了进去 一上车 我就打开手机开始刷题 考证前 我给自己制定的计划是 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学习 今天上班太忙 到现在一分钟还没学呢 可不得抓紧时间 我想着 回家路上这半个小时 用来刷题 到家了只用再学 一到两个小时就行了 聚精会神做了几道题 我才发现 今天车里的气氛格外安静 如烟 我刚才跟你说话 你态度很敷衍 总是回我恩我 再这样我生气了 安静了一会儿 一腾诚开口道 柳如烟 今天累了 腾诚 别影响我开车 一腾诚也不吭声了 下车时 他还使劲把车门关上 表达自己的不满 回家后 我直接钻进书房 一个半小时后出来 柳如烟已经进了客卧了 我松了口气 自从闹别扭后 我们一直分房睡 柳如烟又一向高傲 如果我不先示弱 他是不会主动迈过来的 这样也好 早上 我从卧室出来 发现柳如烟居然已经起来了 你先洗漱 不用急 等一下我送你 坐在沙发上的他望向我 不用了 我坐同事的车 出门时 他跟在我身后 还是坐我的车吧 麻烦别人不好 不麻烦 付了钱的 柳如烟一直说 想要有一辆自己的车 所以车买来以后 一直都是他在台 刚买车的那段时间 他也确实接送过我一段时间 后来 他就嫌麻烦了 因为我上班的地方 和他上班的地方 不完全顺路 中间需要多管一段路 他觉得耽误时间 以后你还是自己坐地铁吧 我早上想多睡会 他丢给我这样一句话 再也没送过我上班 下班不接我的借口更多 加班了 和同事聚餐了 和朋友出去玩了 反正就是赶不上我下班的点 后来 有个同事在群里 问有没有顺路的 可以坐他的顺风车 不过要付钱 正好我们顺路 我就每天坐他的车去上班 比搭地铁更划算 还省时间 至于晚上下班回家 如果每天还坐他的车 一个月就要多付300 我觉得晚上又不赶时间 就选择还是坐地铁回家 可以省点钱 柳如烟把我送到小区门口 看我上了那位同事的车 刚到办公室 我收到他发来的信息 做你那位同事顺风车的 只有你一个人 我回他 嗯 公司里只有我俩顺路 以后 还是我送你吧 你们年轻男女 每天一起上班 其他同事会说闲话的 没人说闲话 再说 你不是早上要多睡一会吗 从明天开始 我每天跟你一起起床 下个月再说吧 这个月的钱 已经付给别人了 对面没有再回复了 我开始专心工作 中午吃饭时 柳如烟又发来消息 打开一看 是一张图片 公司食堂的伙食 还可以吧 我没回复 他又发来一条 你中午吃的什么 我搞不懂 柳如烟 这是在跟我分享 因为喜欢柳如烟 我对他很有分享运 路上看到一朵好看的花 抬头看到一片好看的云 喝到一杯好喝的饮料 被领导表扬或批评了 看到一个新开的餐厅 发现一个新的聚会好去处 这样生活中的各种小事 我都喜欢跟他分享 刚谈恋爱时 我们是有来有回的 慢慢的 就变成了我发了一大堆消息 他就只回复最后一条 通常就两三个字 我知道 很多我热情分享的内容 他可能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我从一开始的失落 到后来的习以为常 谁让我喜欢他呢 谁让我爱得卑微呢 终于 我分享的热情熄灭了 我失去了给他发消息的欲望 看了看最近的聊天记录 我发现 整整一周 我没有主动给他发一条信息 明天是周六 有同事提一晚上一起吃饭 以往 这样的聚会我都是不参加的 刚参加工作时 我也偶尔和同事聚餐 但柳如烟经常跟他大学 玩得较好的那几个出去聚餐 一周就两三天在家里吃饭 一次 我跟同事在外面聚餐 刚好柳如烟那天回家早 他打电话问我去哪里了 我很懊恼 觉得他在家吃完饭的次数本来就少 我还错过了一次 后来 为了不再错过跟他一起吃晚饭的机会 我再也不参加同事聚会了 每天晚上下班后 我都早早回家 自己做好饭 等待柳如烟的偶尔出席 因此 我跟同事们的关系都出了一半 工作几年了 跟同个办公室的人也都是泛泛之交 想了想 我对旁边的同事说 晚上在哪里聚餐 我也一起吧 同事惊喜地喊道 哇 既博达都参加 没有一起在家里吃饭了 不用了 晚上我跟同事聚餐 能不能 每次聚会我都不去 已经很不合群了 不能推 我打断他想说的话 这次聚餐 是久违的整个部门的人都起了 大家都很开心 我也喝了点酒 吃饭的途中 柳如烟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问几点结束 他过来接我 我说不用接 我也不确定几点结束 大家都很嗨 让他自己先睡 聚餐的地方在哪里 我先过去 在外面等你 大晚上的 你喝了酒自己回家也不安全 这是柳如烟说出来的话 我有点不敢相信 毕竟 他可是曾经拒绝过 在半夜一点 去机场接出差回来的 他说 第二天要早起上班 晚上不能熬夜 还说 机场人多 半夜也很好打车 女人都这么善变的吗 十点钟时 柳如烟发消息说 已经到餐厅外面了 聚餐结束时 差不多十点半 一出大门 就看到等在门口的他 喝酒了 他过来扶着我 喝了一点半 我酒量差 一小杯就晕晕乎乎了 柳如烟扶着我在书架坐好 你等了我那么多次 以后不会了 我皱着眉头推开他 嘟囔着 快开车 我要回家睡觉 他轻笑着摸摸我的头 就这点酒量还敢喝酒 以后要把你看老点了 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柳如烟像是被人夺舍了一样 完全变了个人 我俩的关系对调 他成了黏人的那个 每天按时接我下班 也不跟那几个摄友聚会了 非要在家和我一起吃晚饭 我说自己要复习考证 没有时间和精力做饭 他说他来做 他还真能说到做到 每天回家时 他在小区外的超市买菜 一进屋就到厨房去忙碌 我以为柳如烟不会做饭 毕竟他从没给我做过一顿饭 没想到他厨艺还不错 原来不是不会 只是不愿意给我做罢了 伊藤诚就曾经在朋友圈 晒过他做饭的照片 现在柳如烟恨不得 把自己所有的厨艺都展示给我看 每天的菜都不重样 吃完饭 他还不让我洗碗 催着我赶紧去学习 柳如烟的体贴周到 却让我如坐针颤 我没有任何轻松感 只觉得压力倍增 因为在我学习时 他总是时不时打开书房的门 问我要不要喝水 要不要吃水补 要不要吃零食 他打扰到我了 我很烦躁 于是 我跟他撒谎 说这段时间要加班 每天都是九点才下班 实际上 下班后我就在办公室学习 没有他的干扰 终于能清静下来了 这天 下班后我把复习资料拿出来看 看了不到一个小时 整栋大楼突然停电了 我去问管理处问了 他们说也不知道 哪里的线路出了问题 正在找人检修 收拾好资料 我直奔马路对面的咖啡厅 点了一杯咖啡 我坐在那里 刷了两个小时的考题 结束后 我又赶回马路对面的办公楼下 我告诉柳如烟 最近加班 不用来接我 他还是坚持每天晚上九点过来 我到楼下时 他的车子刚好开来 最近 他的话格外多 总是找各种话题跟我聊天 问我工作怎么样 复习的顺不顺利 跟同事相处好不好 哪怕我应付着打两句 他也热情不减 可是今天晚上 一路上他都一言不发 正好 我可以眯眼放空一会儿 进了家门 我正在把外套挂在墙上时 柳如烟终于打破沉默 你这几天都没有加班是吗 我愣了下 直接承认 是 每天下班 我直接开车到你们公司楼下等着 到的时候通常是七点左右 我就在车里坐两个小时 等你下来 今天也是一样 可是我刚到 大楼就停电了 我看到从大门口跑出来的你 还来不及喊你 你就朝马路对面跑去 我跟在你后面 看着你在咖啡厅做题 直到九点 你看到了呀 怎么不喊我 我有些尴尬 这几天 你并没有加班 都是在办公室学习对吗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学呢 博达 我们还没结婚 你已经厌倦回家了吗 宁愿躲在办公室 也不想见我 我哪里做得不好 你告诉我 我都可以改 话既然到这里了 我抿了名嘴唇 好吧 我觉得我们是该好好谈谈 关于我们这段关系 博达 我想起来 明天我要去据事出差 柳如烟忽然打断我 明天要早起 今天早点休息 有什么事 等我们回来再谈吧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她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惶恐 我叹了口气 行吧 你行李收拾好了吗 还没 那你抓紧时间收拾吧 我先去洗澡 以前柳如烟的每次出差 行李都是我帮她整理的 但现在我已经没那个耐心了 早上 看到柳如烟拎着行李箱出门 我竟有一种久违的轻松感 这几天都不用面对她了 我可以好好享受独处的时光了 柳如烟出差的第四天 中午 我接到一腾成的电话 她告诉我 柳如烟未病犯了 正在是中心医院打点滴 趁着午休时间 我打车到了医院 柳如烟脸色苍白 靠在躺椅上打点滴 整个人有气无力 看起来确实被未病折磨得挺难受的 你不是出差了吗 我走到她身边 柳如烟睁开眼 看到我 眼睛里先是惊喜 后又变为心虚 我答 你怎么来了 谁告诉你的 我告诉她的 端着热水杯的一腾成 从门外走进来 她看着我 义正言辞 你到底对如烟做了什么 害得她连家都不敢回 这几天都住在飞飞家 有你这样霸道的人吗 太过分了 我看向柳如烟 是你说的出差 柳如烟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声音虚弱道 对不起 博答 我骗了你 我没有出差 我明白了 她在逃避 她也意识到我们之间出了问题 上次她戳破了我加班的假象 我正好借此机会 准备跟她好好谈一谈 她却用出差的谎言来逃避 宁愿住在朋友家 不跟我碰面 也不想直视我们的问题 柳如烟 一味逃避不是办法 你知道的 我们需要谈一次 好 能不能等我病好了以后再谈 她的眼神里满是气球 行 我点头 那你好好休息 我去上班了 我打 你不留下来吗 她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只是未病犯了而已 我语气冷淡 你一个成年人 用不着这么矫情吧 听到这句话 柳如烟将住 猛地抬头看向我 从她受伤的眼神 我能感觉到 她听出来了 这句话正是她曾经对我说过的 前年冬天 那一次我发高烧 快到39度 那天晚上特别冷 我忍着高烧一个人 打车去医院打顶逼 坐在医院走廊里 看着周围的人都有人陪 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 我忍不住打电话给柳如烟 让她来医院陪我 她冷冰冰拒绝道 你一个成年人 用不着这么矫情吧 只是个发烧 没了我你还打不成针啊 电话那头传来吵闹的音乐声 一腾成还在喊着 如烟 到你的歌了 我发高烧 她却跟朋友们在包厢玩乐 那一刻 我只感觉透心凉 怪我没出息 后来只冷战了几天 就被她三言两语哄好了 柳如烟应该也想到了这件事 她声音颤抖 对不起 她亲口说出的话 像利剑一样直辞人心 但她自己却毫无察觉 这样的人 除非自己亲身体验 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感同身受 旁边的一腾成看不下去 心疼的看向柳如烟 是你生病了 她作为男朋友不管不顾 就这么准备把你丢下 凭什么你还要道歉 我轻轻笑了 你看 你不缺人关心照顾 我当然不会像你一样冷心冷废 我会把如烟照顾好了 一腾成昂着脑袋大声道 我无话可说 转身离开 晚上柳如烟没有回家 她给我发了信息 说是暂时还住在飞飞家 等病好了再回来跟我认真谈一谈 其实 对于我们的关系 我早已做好了决定 那就是分手 分手两个字 说起来容易 但真正下定决心还挺难的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太久了 算了一下 从大学开始 到现在毕业六年多 遍布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这座城市见证了我们的美好过往 每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都留下了我们打卡的照片 毕业季 我们帮彼此修改完善简历 一起奔赴各大招聘会 工作落实后 我俩开心地跑到海边喝啤酒 大声唱歌 租了房子 我们一起用心布置我们的小家 畅想未来的美好 那时候 每一天都很开心 我们之间 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是从柳如烟的心开始飘忽的时候吧 准确地说 是从一腾成重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开始 上大学时 我就听过一腾成的名字 那时候 我跟柳如烟在学生会同一个部门 关系还不错 听他身边的朋友说过 他喜欢一个男生 叫一腾成 不过因为我跟一腾成不在同一个专业 还从来没见过他 柳如烟在我眼中很优秀 能力出众 他是我们部门的部长 是当时学生会会长培养的接班人 他专业成绩突出 每个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 他还很仗义 有一次学生会承办的活动中出了点差错 主要是我们部门另一个同学的责任 可是柳如烟站出来 把所有责任自己当了 平时遇到什么问题 我向他请教 他都会内心指导帮助我 我想 我对柳如烟的喜欢 一开始是从崇拜开始的吧 除了内在美 他还有外在美 玲珑有知的身材和精致的脸 让人挑不出毛病 在我的眼中 柳如烟是完美的 是让我会忍不住心动的对象 可这样近乎完美的人 追了一腾成一年多都没追上 一腾成谈恋爱后 柳如烟肉眼可见的颓丧了 连笑容都带着苦涩 我替他感到委屈和不值 这么优秀的人 一腾成为什么不喜欢呢 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晚上 学生会开完会散场后 我鼓足勇气向柳如烟表白了 让我欣喜的是 他答应了 谈恋爱后 柳如烟一天天开心起来 连笑容都变多了 从他看我的眼神 我知道 他也是喜欢我的 快毕业时 我们在学校里偶遇过一腾成一次 我并不认识一腾成 发现他直愣愣盯着那男孩看 问了才知道 原来 那就是一次次拒绝他的男孩啊 是他求而不得的人 一腾成挽着他当时的女朋友 我有些明白一腾成拒绝他的原因了 一腾成的女朋友并不漂亮 而且身材矮小且圆滚滚的 一个他差不多能抵两个柳如烟 不过 他一身名牌 原来 柳如烟输在了这里 他哪里都好 除了一点 家是太普通了 他是完完全全靠自己的努力 考到这个大学的 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 一腾成身上的衣服和鞋子 加一起也得大几万块 这是柳如烟没法提供给他的 毕业后 一腾成去了外地 两年前 他回到这座城市 开始频繁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以柳如烟朋友的身份 柳如烟被他牵动着心绪 慢慢在我们的关系中走深 无论任何时候 一腾成一个电话 就能把他从我身边叫走 我吵过闹过 反而把柳如烟推得越来越远 他对我越来越不耐烦 不是没想过分手 但我不甘心 我没做错过任何事 凭什么要我放手 不管吵得多厉害 我从来没提过分手两个字 我害怕 一旦提出来 柳如烟会真的答应 那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 我心里明白 我对柳如烟还有爱 还舍不得结束 我以为 我会一直这样跟他耗下去 可我没料到 我也有精疲力竭的时候 曾经那样满的爱 就这样晃着晃着 全部撒了出去 直到一点都不剩 原来 我对他的爱也有耗尽了一天 发现他再也不能牵动我的情绪时 我明白自己不再爱了 我没有遗憾 只有满身的轻松 做出分手的决定 是我这段时间深思熟虚的结果 既然确定不爱了 那就没有继续在一起的必要了 曾经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结婚生子 携手到老 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 我畅想过无数次 不过 其实止损也未尝不可 快三十岁的我不再年轻 可能以后再也遇不到这样深爱的人了 但那又如何呢 生活又不是只有爱情 快三十岁的我也不老 调整自己重新出发 也为时不晚 对于这段感情 我不后悔 我们的开始是美好的 我体验过被爱的感觉 在这段感情里 我深爱过 付出过 也收获过 我并没有觉得荒废了青春 这段经历让我更成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逃避 正打算下班后去找他直面问题时 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我妈说 我爸这几天老是喊着腰头 去医院拍了片子 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我有些不放心 你们明天过来 我带爸做个完整的检查 大医院还是靠谱点 妈你也顺便做个全身体检 爸妈住在C市的小县城 坐动车到我这里来只要两个多小时 我请了几天假 早上十点多去动车站接他们 我爸做完检查后 很庆幸 不是什么大毛病 只要好好休养就行了 妈妈的体检也没什么问题 反正也请了几天假 我决定带他们出去逛一逛 我在酒店给他们订了房 带着他们敬情玩了两天 拍了很多照片 送他们去动车站的路上 我挑了一张我们三人的合照 发在了朋友圈 刚发完 就接到柳如烟的电话 叔叔阿姨来了 哼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可以跟你一起 带他们去玩了 你不是说 不擅长跟长辈打交道 还没有做好兼家长的准备吗 对面不吭声了 今天晚上 我们见面谈一谈吧 一位拖下去并不能解决问题 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八年 彼此都没见过对方父母 刚开始是因为还年轻 没有考虑太深远 过了26岁 我便有了成家的想法 那年临近过年时 我试探着对柳如烟说 要跟他一起回老家 他没有答应 说太突然了 没有提前跟父母打招呼 去年十一 我爸妈来这边玩 我想让柳如烟陪我们一起 他再一次拒绝了 他说自己不擅长跟长辈打交道 还没有做好见家长的准备 他还埋怨我总是这样 给他制造压力 后来我就没再提过 见家长的话 到了动车站 离出发还有挺长一段时间 我就陪着爸妈在外面 坐着聊天 快到点了 我送他们朝近站口走去 柳达 熟悉的嗓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过头 看到双手提满礼合的柳如烟 叔叔阿姨 我是柳达的女朋友 这几天有事忙 抱歉没来得及陪你们 他满脸笑容 自顾说下去 这是我给你们买的补品 一点心意 不要嫌弃 爸妈惊讶地看看他 又看看我 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 爸妈 时间快到了 你们赶紧走吧 我后面再跟你们解释 我催促着他们 爸妈茫然地进了火车站 回过头 我变了脸色 柳如烟 谁让你过来的 我是你女朋友 叔叔阿姨来了 我不见一面多失礼 你现在知道失礼了 以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博达 以前我不够成熟 是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你今天的行为很冒昧 我静静看着他 回去吧 我有话对你说 进了家门 我一坐下就直奔主题 以前是我自欺欺人 假装没看到我们之间的问题 其实我们之间的状态 早就不正常了 这段时间我认真思考过 也做出了决定 柳如烟 我们 博达 我们结婚吧 柳如烟突然打断我的话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他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枚很漂亮的钻截 我一时愣住 他接着道 这几天我没有回家 就是在考虑跟你商量结婚的事 钻截是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的 是你喜欢的款式 我看着面前的钻截 的确是我喜欢的样式 我想起来 曾经在杂志上看过这样的设计 当时我把杂志举到柳如烟面前 问他好不好看 其实 只是在试探他对结婚的态度 他随意扫了一眼 推开杂志 冷冷到 难看死了 那时候 我很失落 因为我是真的想跟他结婚 就连做梦都期待跟他结婚 如今 他主动跟我提起结婚的事 我却再也不会因此而欣喜了 期待也是有时效性的 过期了 就作废了 博达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柳如烟深情望着我 不愿意 每一个字都包裹着无情 仿佛是意料之中的答案 柳如烟并没有任何惊讶 他扯出一个难看的苦笑 看着像是要哭出来 是生日那天吗 我没明白他的意思 他奸色道 你过生日那天 我失约了 第二天早上 你没有做早餐 不再跟我发信息 我出去玩 你也不一遍遍给我打电话 问我在哪里 催我回家 一腾城靠近我 你不再生气 所有的改变 都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 我摇摇头 不是的 那天晚上只是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之前很早就出问题了 一天天积累下来才会爆发 我知道 以前我有太多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生气也是应该的 博达 我只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都会改的 我会变成让你满意的女朋友 直到你愿意和我结婚 他的声音带着哽咽 我每天早上给你做早餐 接你下班 你喜欢吃虾 以后我负责包可 假期我就陪你去旅行 你想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我减少跟朋友的聚会 每天都回家吃饭 我再也不会忘记你的生日 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纪念日 我眨着眼睛看向他 一言不发 他更急切了 和一腾成的关系是我没处理好 以后我不再见他了 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我通通都删除 我轻轻叹了口气 所以你看 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你不是挺有数的吗 作为女朋友 你知道哪些事不该做 怎样对男朋友不恰当 但你都做了 在我质疑你的时候 还反过来指责我 只不过是因为你不在乎我罢了 你仗着我喜欢你 不把我的态度当回事 我们不再相爱 分手是最好的结局 不是的 博答 我还爱你 我一直都爱你 不好意思 我并没有感受到你的爱 我感受到的只有你 对我的冷漏忽视和践踏 我认为 你爱的人是一腾成 对于他 你有求逼 随叫随到 呵护被指 这才是爱 我也以为 我对他还有感情 可那都是错觉 感觉到你要离开了 我才发现 我爱的人一直是你 一想到要失去你 我会痛不欲受 一腾成谈过那么多女朋友 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 连你坐一下别的女人的车 我都会嫉妒 是我笨 是我迟钝 没有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对你的感情 我对一腾成 只是没追到 而残留的一点不甘心 是我那该死的自尊心作祟 是我没忍住 蠢蠢欲动的心 我不爱你了 我语气淡淡 我不想再委屈 自己跟你在一起了 我很好 值得一份美好的感情 值得一个专心对我的爱人 柳如烟绝望地捂着头 蹲在地上 我正要去收拾自己的行李 门铃响了 刚打开门 房子房东突然收回了 我还没来得及找好房子 现在只有你能收留我了 我还没开口 他猛地抬头 理直气壮瞪着我 这是如烟买的房子 你没资格反对 我没说反对啊 你们爱怎样怎样 说完我回房间 开始收拾东西 客厅里传来柳如烟巨大的吼声 如烟 你凶我 一腾成不敢相信的语气 你从来没凶过我 你怎么可以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我家不欢迎你 现在滚出去 几分钟的安静后 我听到大门猛烈关闭的声音 我只捡重要的衣物装起来 其他的都舍掉了 一共也就装了一个行李箱 和一个背包 拖着行李箱走出来 我看到客厅只剩柳如烟一人了 他慌张地跑过来拽住我的箱子 别走 博达 求你了 别再做无用功了 我冷静地把行李箱拖过来 刚出门口 身后传来他的声音 你再也不会原谅我了 是吗 我回过头 再见 柳如烟 再见了 我曾经死心他弟爱过的人 此去一别 愿我们各奔前路 永不再见 因为早已做好了分手的打算 我提前在网上找好了房子 背着背包 拖着行李箱 我来到路边打车 刚坐上出租车 我听到路边传来的声音 博达 等一等 柳如烟冲着我大声喊着 片刻 电话响起 就算分手了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吗 他苦笑 我现在才真正明白 以前我这个女朋友当得有多不称职 这几年 我习惯性忽视你 都没有好好照顾你了 怪不得你离开我 是我做得太差劲了 以后不用再见面了 说完我挂了电话 新地生活 我适应得很好 忙着打扫新家 买家具装饰 上班认真工作 抽空刷题准备考证 每天从睁开眼开始忙碌 一直到晚上躺在床上 一刻不停歇 但忙得不亦乐乎 日子很充实很快乐 我没有再想起过柳如烟 一次都没有 对于她以后的感情和生活 我完全不再关心了 我以为分手后 我们不会再见面 我也是这样打算的 毕竟我们专业不同 工作的领域也不同 共同的朋友也没有 基本上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所以 再一次见到柳如烟时 我挺吃惊 更惊讶的是 她出现在我家门口 你怎么来这里 我脱口而出 回家呀 她直指对门 开什么玩笑 我不相信 没有开玩笑 她晃了晃手里的袋子 刚去超市买了些菜 晚上准备做火锅 要不要一起来吃 柳如烟 你是不是疯了 为什么要搬到这里 我没有疯 我很理智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她还有心情笑 你是个成年人 应该有基本的判断力 你自己有房子 还额外花钱租房子主 钱多烧的呀 而且 这里跟你上班的地方 完全在城市的两端 你要多花很多时间 在通情上 你已经快三十了 为什么还要做这样幼稚的事 你已经过了做事 只凭一时脑热的面积了 柳如烟淡淡地笑了 我打 我很开心 你还在关心我 不可理喻 我转身不再理她 掏出钥匙打开门进屋 我打 我没有一时脑热 也没有不理智 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只知道 如果不努力把你追回来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她顿了顿 搬到这里 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我伤透了你的心 我该死 没资格奢求原谅 可我还是舍不得 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你 一想到以后的日子 没有你在身边 我就心如刀割 我不能就这么干站着 什么都不做 搬到你这里住 是我唯一能想到 接近你的办法 如果你嫌我烦 可以不理我 就把我当一个普通邻居 我尽量不打扰你 只要能在旁边 偶尔看你一眼就足够了 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 比如你心情不好 需要人陪 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第一时间 出现在你面前 再也不掉链子 以前让你失望太多次 我会用实际行动 让你看到 我已经改了 搬到这里住 需要另外付一笔房租 以前住的房子 里面有我们共同的回忆 还有你留下的东西 我舍不得租出去 只能放在那里 这里离上班的地方很远 每天往返通勤 都要两三个小时 这么一看 确实挺不划算 可我觉得值得 能看到你 有机会重新追你 这些代价根本不算什么 你也说了 我是成年人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跟失去你比起来 什么都不重要 我没有回头 把房子退了 搬回去吧 我不想给你希望 柳如烟 我绝不吃回头草 没关系 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也别太有压力 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 不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接受 就算你坚决不给我机会 那我也要亲眼看着你恋爱 结婚 才会死心 别劝我了 博答 我不会回去的 柳如烟真像她说的那样 没有来打扰我 因为住得远 她每天要很早起床 开车去上班 晚上她下班回来后 我早已回屋多时了 基本上我们是很难碰头的 距离上次无意间的相遇 半个月过去了 我们没有再碰面过 这个周末的下午 我要去参加考试 这几个月每天坚持学习 后面刷题越来越顺 我还是挺有信心的 早上 我检查好准考证 笔 橡皮等工具 带着轻松的心情下楼 可是 半个小时后 我的心情不再轻松了 因为我提前在网上约的车 我焦急地站在路边 想拦辆出租车 不知道是不是周末的缘故 经过的车都是已经在有客人 明明提前出门 时间很充裕的我 现在看着一分钟一分钟 度过的时间 心慢慢悬了起来 汗水从额前滑落 我盘算了时间 不知道现在跑去地铁站 还来不来得及 看了看双脚 早知道就不穿这双皮鞋了 正咬牙准备跑 耳旁出现柳如烟的声音 上车 我送你去 时间紧急 我没想那么多 拉开车门上去了 坐在车上 我拿出纸巾擦汗 柳如烟安慰 没事 两点半开考 赶得急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去考试 而且还知道我的考试地点 我松了口气 这才有心思想这些 之前看你备考 我就在网上查了考试时间 我们这边就一个考点 很巧 在我俩的母校 她倾笑 谢谢你 我语气真诚 这次要不是你 我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考 是 小事 等一下我把车费转你吧 按专车的价钱 柳如烟声音低落 我们之间一定要这样吗 我答 就算不是男女朋友 我们也算朋友吧 你这样把我当外人 我很伤心 分手的情侣 很难再做朋友 你知道的 可能不想再继续谈这个 柳如烟转移了话题 准考证什么的 都检查好了吗 都准备期权了吧 我还没开口 她又继续道 只要不是准备考证没带 漏了其他的都没关系 我准备了一份工具 在旁边这个小梯子里 我拉开旁边的小梯子 里面有一个文件袋 打开一看 里面该有的工具应有尽有 我侧过头看了看她 你何必呢 我只想守在你身边 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第一时间出现 她语调轻快 这些工具我早就买好了 万一你需要呢 知道你今天下午要去考试 我想送你 又怕你不答应 只能在不远处看着你 你打的车好像出了问题 我看你越来越着急 才忍不住把车开过来 你看 我还是有点用的对不对 嗯 我不再言语 到了学校门口 我再一次跟她道谢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匆匆看了眼考试安排 我就朝教室跑去 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 因为一直在忙着答题 走到学校大门口 我看到柳如烟正站在那里 朝我挥手 你怎么还没走 我问 怕你回去不好打车 我就一直等在外面 不等我开口 她接着道 我都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再说 顺路的事 你就别拒绝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柳如烟 这样低姿态的样子 正好有些话要跟她讲 我点了点头 坐上车 柳如烟频频侧头看我 嘴角含笑 开车的时候不要东张西望 我提醒她 真好 她的笑容更加明显了 什么真好 你坐在我副驾的感觉真好 她回忆道 我记得 那时候刚买车时 我也控制不住 兴奋地边开车边往外面看 你也是这么提醒我的 让我开车的时候不要东张西望 那时候 我说 你就是我的安全感 明明 我那么喜欢你坐在我旁边的感觉 怎么后来就忘记了呢 她懊恼道 是我日子过得太顺 忘行了 像我这样容易自得的人 就该多经受点挫折 我沉思片刻 开口 你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 在我的眼中 你一直是闪闪发光的 你是你们县城的高考状元 进入大学后一直专业第一 每学期都拿奖学金 你还是学生会主席 站在台上演讲室好像在发光 我没对你说过吧 曾经 我对你的喜欢 就是从崇拜开始的 听了我的话 柳如烟惊喜地侧过头 双眼里有亮光在闪烁 可是下一秒 亮光又熄灭了 因为我接着到 可是现在 你已经变得不像你了 你的骄傲 你的意气风发 你的自信昂然 统统消失不见了 为了喜欢的人 变得卑微 变得失去自我 以前 我就是这样 我不希望你也变成这样 柳如烟 人永远都不要在爱情里 失掉自我 先爱自己 才能爱别人 现在我做到了 你也能做到的 车厢里久久沉默 一直到家 下了车 坐电梯 到门口 柳如烟忽然开口 谢谢你 我明白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了 放心 我会努力上进 变得更好 但我也不会弃追你 因为你的好 让我舍不得放手 我和柳如烟又恢复了 每天碰不着面地生活 她只给我发过一次信息 告诉我她完成了一个大项目 升职加薪了 你看 博达 我没有失去自我 我也在变得更优秀 我没有回复她 五一假期即将来临 我和发小约好了去 是旅行 放假的前几天 我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我订了去闭国的机票 你以前不是一直想去那里玩吗 不去 我和朋友去室 我直接拒绝 可是这次机会难得 好不容易才抢到票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空 我已经去过了 什么 什么时候 去年十一 对面顿了下 忽然不吭声了 我知道 这次旅行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 每天忙着在网上做攻略 准备各种出行装备 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 柳如烟接到了伊藤诚的电话 对方语气可怜巴巴 说要在第二天做篮尾的手术 没人陪伴 想让她去陪 柳如烟二话没说 直接答应 当时我就站在她旁边 我的震惊写在脸上 我们明天要去旅行 你哪有空去医院陪她 柳如烟神情不悦道 腾诚做手术是大事 怎么能没人陪同呢 博达 去毕国还有机会 下次我们再去吧 我失落到 下次从毕业开始 你就说有空一定陪我去 现在都毕业六年了 你的承诺呢 她的耐心似乎已经告气 不耐烦道 别无理取闹 出去玩跟病人相比 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我大声喊 可我是你男朋友 她是你的谁 她没有家人吗 没有朋友吗 做手术非要叫别人的女朋友 赔是什么意思 我不想跟你争论 现在我要去腾城那边看看情况 明天要手术 她现在一个人在医院 肯定很无助 她毫不犹豫地走出了大门 所以我走了之后 你独自去了毕国 柳如烟问 对 我一个人去玩了四天 回来的时候 你刚把一腾城接回来 我已经不太记得起 当时有多难过 独自登上飞机 是什么心情了 不过 看到迷人的风景 心情也得到了治愈 那几天 我玩得挺开心 去了心心念念的景点 没有失望 那时候我才发觉 一个人旅行其实也挺好 其实回来的途中 我一路心情都不错 直到 推开家门 我看到坐在客厅里的一腾城 你总是给我熬的那个粥 你给腾城煮一点吧 她刚做了手术 要吃点清淡的 我不可思议到 你把她带到我们家住 还让我给她熬粥 柳如烟 你适可而止 她不耐道 腾城是病人 你跟一个病人计较什么 她是病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是我什么人 我为什么要照顾她 说着我直接拖着行李箱 又转身出门 估计那时候柳如烟满眼 都是一腾城 完全没注意到我手里 还拖着一个行李箱 我在发小家住了下来 直到几天后 一腾城身体恢复了 搬出去了 柳如烟才来找我 那时候我还爱她 她给了个台阶 我就顺势而下了 哄都不用哄 有始至终 她都没有发现 我那几天出国游玩的事 我也没提 其实 只是她当时不在乎我罢了 我记得 还从毕国带回了 几个当地的纪念品 就放在客厅的电视柜上 上面有英文的logo 只要看一眼 就能发现她 只不过她从来没关注过 每一次回忆这几年的事 我都恨不得删自己几巴掌 柳如烟苦笑 曾经那样亏待你 我真不是个东西 怎么办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 不配得到你的原谅 她的声音里满是酸涩 那个 你把机票退了吧 世界那么大 看过的风景 不用再去了 和发小在一世玩得很开心 似乎很久 没有这样畅快游玩了 不再心神不宁 不再闷闷不乐 而是全身心地欣赏当地的美景 我把自己看到的风景 和故事记录下 更新在我的社交账号上 柳如烟几乎每一条都是秒赞 那天晚上 我们住在一起的几个人 一起玩游戏 输了的人要在脸上贴纸条 我运气不太好 一晚上连续输 又一次输了后 坐在对面的美女 幸在乐祸地拿起 最大的那张纸条朝我走来 她在我额头贴纸条的瞬间 被发小拍了下来 她还把照片发给了我 我觉得很有趣 就连着其他的一些游戏中 拍的照片 一起更新在社交账号上 那天晚上 我接到柳如烟的电话 她好像喝了点酒 说话的语调有点不正常 我打 我说过 守在你身边我心甘情愿 就算追不回来你 我也不后悔这些努力 我想过 以后你可能会再恋爱 跟别的女人 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 那我就大度点 笑着祝福你 可是现在 我有点害怕了 真有那么一天 我该怎么过下去 之前 看你坐你同事的车 我都不乐意 现在 看到你跟别的女孩 一起做游戏 我只能苦闷的一个人喝酒 我疯狂地嫉妒 那几个在你身边的人 他们能看到你肆意的笑容 你那么优秀 现在又恢复单身了 肯定会有优质的女生去追你 我真的能眼睁睁 看着一切发生吗 说到最后 她就一直喃喃重复着 我错了 别丢下我 你喝醉了 早点休息吧 我挂了电话 第二天中午 我和发小在外面玩了一圈 准备回去睡个午觉 在大门口 我看到站在那里的柳无烟 她冲我眨眼 看到你发的动态 觉得这边挺好玩的 就临时订了机票飞过来 刚好你们这里还有空房间 我就顺便也订了一间 我一言不发 朝里面走了进去 她像是没发现我的不快 跟在身后喋喋不休 因为临时过来 我也没提前做攻略 要不就厚着脸皮 跟你们一起吧 你们负责确定景点和路线 所有的费用我来包 公平公正 怎么样 我翻了个白眼 不怎么样 接下来的两天 柳无烟就跟在我和发小的身后 我们去哪她就去哪里 我们吃饭 她抢着买单 看到有什么好玩的小玩意 我也就多把玩了几下 她就自顾地买下来 连发小都说 她好像真的很有诚意 你要不要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摇了摇头 这天 我们在一条民俗小街上闲逛 我和发小正低着头 看小贩摊上的商品 忽然间 不远处传来嘈杂和尖叫 还不带我们反应过来 一辆小汽车 朝我们这边急驰而来 那小汽车好像是失控了 完全不管方向 到处乱窜 眼看着小汽车迎面而来 我把腿就准备往旁边的店里去 就在这时 身后的柳如烟大叫 小心 她双手一推 将我和发小一起推进了店里 而她自己还站在原地 来不及跑进来 那小汽车还好没有直接撞上她 只是擦身而过的时候 柳如烟被小汽车的后视镜给带倒了 兵荒马乱之后 整条街变得一片狼藉 大家都惊魂未定 茫然四股 柳如烟被带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赶忙过去扶她 你没事吧 她摇摇头 就是脚有点疼 我低头看去 她的脚腕处肉眼可见的红肿起来 赶紧去医院 我和发小扶着柳如烟 艰难走到路口 打了一辆车 到了医院 医生检查过后 说脚腕轻微骨折 不是太严重 要慢慢休养一阵子 处理好伤口 我们只能打到回复 柳如烟脚腕受了伤 跟公司申请了居家办公 她受伤也是因为我 我不能放着不管 本来我想着 早上和中午就帮她点餐 晚上我下班回来 去她家做晚饭 可是 每天晚上我一到她家 她就已经把饭菜做好了 我看着她一瘸一拐的样子 很无奈 你行动不便 不是说好了吗 等我回来做晚饭 没事 她笑道 你工作了一天 晚上还要做饭 多累啊 而且我煮着拐杖就能走 又不是卧床不起 吃完饭 我不顾她的阻拦 坚决把碗洗了 临走时 我看她一副要起身送我的样子 别送了 就做那不许动 刚走到门口 她喊我 等一下 有个东西给你 你别动 什么东西 我去哪 我赶紧阻止她站起来 冰箱里 我做了个芒果蛋糕 今天照着食谱研究半天 第一次做成功 我没尝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我开冰箱的手炖了盹 拿出那块小小的芒果蛋糕 默默走到门外 关上了门 走回自己家 我把那块小蛋糕放在茶几上 盯着她看 橘黄色的蛋糕 里面带着奶油 形状很漂亮 看着也很诱人 柳如烟说她是第一次做 手艺居然就这么好 人的习惯真的很可怕 我都不记得多久没吃过芒果了 明明以前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 毕业后跟柳如烟同居后 我才知道她芒果过敏 而我却偏偏很喜欢吃芒果 尤其是芒果蛋糕 那是我的最爱 小时候 每次考试取得好成绩 我妈就会买一块芒果蛋糕奖励我 我对芒果蛋糕有特殊的情怀 但柳如烟却不让我在家里吃 为此 我们发生过很多次争执 我很气恼 与她争执 你是吃了芒果会过敏 又不是摸到芒果 闻到芒果味道就会过敏 为什么我不能在家里吃 她振振有词 因为过敏 我生理性厌恶芒果 看到她就想吐 闻到她的味道就恶心 争吵了几次后 还是以我的妥协告终 我不想老是为这样的小事吵架 破坏两人的感情 每次吵架后的冷战 我都很难受 后来 我改为在外面吃芒果和各种芒果制品 再后来 想起芒果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竟慢慢地把这个嗜好忘掉 我都不记得有多久没吃过芒果蛋糕了 原来 柳如烟还记得这事 看得出来 她确实在弥补我 她想把以前亏欠我的慢慢补偿 最近这段日子 她的所作所为 我不是没看到 还有在一世发生的事 在紧急关头 她第一反应是保护我 为了救我 她不顾自身的威胁 为了做我喜欢的甜点 她忍着不适 去触碰讨厌的芒果 说是我照顾她 她却不想我太累 每天晚上瘸着腿把饭菜做好 她确实在很认真地追回我 她想复合 发小孩打拒我 看得出来她真的很诚心 你干脆回头算了 我还挺嗑你俩的 说实话 她的诚意我看到了 但我不想走回头路 我怕了 因为那样被对待了 被忽视 被冷漠 被冷暴力 我心有余悸 我不敢去懂 柳如烟现在是改了 那万一呢 我们和好后 未来还有那么多年 她能一辈子这样对我好吗 她不会再有第二次 咽了腻了的时候吗 我不敢想象 如果再这样被对待一次 我还有没有能力 重新振作起来 我不确定 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万一我因此垮下来 恢复不过来了怎么办 好不容易走出来了 我不想重蹈覆辙 她打破了我对爱情的幻想 让我没办法再鼓足勇气试一次 最重要的是 我很清楚 我现在并不爱她 那块芒果蛋糕 我最终还是没有吃 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 全文完